李光明 影音樂 就出來了 你問你的臉變好大 沒有啦 文斌 文斌 一隻雞腿 兩隻雞腿 要不要起來了 請床了 小胖要我們請床了 太舒服了 沒關係很簡單 我要去換笑臉 有做操的隊友就有做操笑 沒有五個笑臉就沒有點子 今天一樣 好 雖然是個蛋糕患者 下午就一定要有點心 一二三十五六喔 三十五六 老師要做的點心 越來越多的喔 這群天真稚氣的大孩子 都是小胖威力患者 因為第十五號染色體異常 他們無法保足的生理反應 讓他們一輩子 都要跟吃的慾望抗衡 快三十歲的文斌 到現在還讓媽媽相當煩惱 我每天在想辦法對付他 你知道嗎 為了騙人家吃啊 就是他會去說謊啊 如果這個人不能騙呢 他就換下一個目標 你趁我不注意 你有想要吃第三片 沒有 沒有 只有兩片 不行 除了跟著孩子對抗 貪吃習性 肥胖所衍生出的疾病 造成小胖平均壽命 只有三十五歲 情緒障礙 讓他們比其他生長患者 更難融入社會 特教老師在帶他們也有困擾 所以只好帶回家 中間我陪著他到處找 到處碰壁 然後每一個 每一個希望開始 又是我一個失望點 從事罕見疾病治療的 蔡立平醫師 二十多年來 看見了小胖的複雜病症 無奈他們離開校園後 沒有容身之處 他決定給小胖一個希望 你覺得我要不要去跟你同學講 請同學幫你的忙 因為現在並沒有一個 非常有效的治療 來控制他的食慾 所以現在我們針對 小胖的一些治療 基本上採取行為的約制 不過長期以來看見累積了 很多這樣的小胖的個案 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必須要讓這些孩子 有地方可以去 蔡立平為小胖打造了一個家 但他們的食慾與情緒問題 在群體生活中 真的能夠得到解決嗎 很簡單 好棒喔 文斌很簡單 好了 放了 把我交掉 快三十歲的文斌 是個小胖威力的患者 體重最重高達一百一十一公斤 但出生時卻沒有吸餘能力 醫師都說養不活 而媽媽用點滴一口口的餵食 把文斌拉拔大 但五歲時突然食慾暴增 短時間體重不斷上升 媽媽開始把家裡的冰箱上鎖 直到文斌十三歲時 才確診為十五號染色體異常 也就是小胖威力症候群 他要烤很焦 他要烤兩次 他跟我吃的是一樣嘛 但是以他來講他是不夠 但是沒有辦法就是要控制體重 因為小胖威力麻病啊 他不能吃太多 會引發很多的疾病 所以呢還是要控制 你趁我不注意 你又想要吃第三片 沒有 沒有 只有兩片 不行 小胖威力是一種先天性的遺傳疾病 因為第十五號染色體的缺陷 腦下失丘功能失調 引起生長與發育的遲緩 六年時開始出現智力遲緩 肢體張力差 情緒失控等多重障礙 他們體內飢餓蛋白 是一般人的兩到三倍 驅使他們不斷地想吃 部分小胖甚至會有脫序行為 像是生吃食物 說謊 偷錢等問題 高中時候的文斌 也曾為了吃 不擇手段的偷吃與搶食 我每天在想辦法對付他 你知道嗎 印象最深的是 他在高中的時候大笑車 旁邊的小朋友是 他是不語正 他是不會講話的 他把人家的早餐吃的 他每天都吃人家早餐 那小朋友不會講 然後去到學校 然後才知道說 原來他每天都吃兩份早餐 所以每一次我都要為了這個 再去跟人家解釋 小胖們的偏差行為 不只帶給家長壓力 更大的困難 是他們畢業後 踏出了校園 無處可去的窘境 他們說想法是說 文斌就畢業了 就留在我身邊 但是我要是培養他 我帶他到屁股工廠 可是小胖們威力的情緒 就是控管不是那麼OK 特教老師在帶他們也有困擾 所以只好帶回家 中間我陪著他到處找 到處碰壁 然後每一個希望開始 又是我一個失望點 以前是在那邊打籃球 要打一百下才可以回家 反正不管你投多久 就是要一百個球進去 就是每天晚上要來這裡運動 文斌喜歡來運動嗎 喜歡 為什麼 安心 對 頭要抬高 手 伸直 一 二 你也要數啊 都我數嘛 小胖威力 是一個先天性的染色體疾病 除了說自己愛吃之外 最為大家所頭痛的 其實就是他們固執的行為 跟他們所謂的一些情緒的 一些突發的一些狀況 所以但有一個小胖的個案 介入這樣的一個教養院裡頭 他們的照顧就會接受很大的挑戰 照顧一個小胖 幾乎可以照顧五個其他的不同的 教養的一些學員 所以很多的孩子 他在這樣的情勢下被退訓 被退貨 哈囉 可俊 量一下身高 台北慈激醫院兒科部蔡麗品主任 投入兒童喊病治療已經有20多年 她像是醫生爸爸的角色 一路陪著許多小胖們長大 你這次107.6 你這個速度快太快了 絕大多數都在學校吃嗎 你自己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是不是 那當然啦 老師沒辦法跟小學校 你覺得我要不要去跟你同學講 請同學幫你的忙 可以嗎 可以喔 真的喔 我跑步 你這個跑步機在哪 2013年 蔡麗品擔任小胖威力基金會的理事長 全力投入公益籌款 一心為小胖們建造一個家 2015年4月 雖然捐款有限 蔡麗品堅持成立小胖威力工作坊 她不希望看到各機構被退貨的小胖 繼續流浪 因為現在並沒有一個非常有效的治療 來控制她的食慾 所以現在我們針對小胖的一些治療 也都基本上採取行為的約制 但是長期來看診累積了很多這樣的小胖的個案 所以我們認為最起碼 讓這些孩子有一些地方可以去 小胖威力工作坊 簡稱小座所 是蔡麗品參考國外小胖威力家園照護模式 推動成立的 主要以日間照護為出發 目前是全台第一家成年小胖的安置所 文斌現在每天早上就是去小座所工作 高中時就讀林口啟治學校 從小媽媽就訓練文斌獨立 現在她每天可以從板橋自行搭公車 前往新店 你都坐幾個公車 西轉車 公車一搬就可以到了嗎 還沒 還沒搭 我想說可能三個月她可能又回來了 就要撐一年耶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們小座所就 規律的生活 然後都是他們同儕嘛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他們快樂一個天堂 小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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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斌幾乎是第一個抵達的學生 進入工作坊 第一件事情就是量體重 體重控制也正是小胖們共同的人身目標 有進步嗎 一 二 八 加油 我跟我們去移動 他們每天一大早過來的時候 就會自己量體重 那確定這段時間 他的體重變化怎樣 然後我們會找一個時間 然後讓他跑步 然後做其他的一個跑步運動 黑板要擦乾淨喔 超級乾淨喔 好 沒問題 小座所成立一年 目前有七位學員 主要收容高中職畢業後 沒有進入教養單位的小胖 提供有秩序的活動與復健課程 讓小胖們獲得 自主性的身心健康管理 而教保員惠文與所長清德 是每日陪伴照料他們的老師 你看 其實小胖威力最難的部分 就是他情緒管理 那其實他的情緒管理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口語表達沒有受到大家的了解 那如果他被誤會 或沒有被了解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的情緒在 然後就很容易發脾氣 所以我們是藉由團體的力量 然後讓他們知道學習同理 也就是說不只同儕不知道彼此表達意思之外 甚至連我們老師也不知道 你們要表達意思是什麼 那時候你必須要靜下來 然後再跟我們講一次 那是經過一次一次再一次 很多的摩擦 他慢慢真的懂得他要正在表達的訴求 也讓他們慢慢了解老師要的是什麼 好啦就聽會囉 老師看到裡面很棒的樣子 趕快 每個地方擺兩個瓶子 對 這是小作所的功課表 課程安排包括了一技之長 目前正是防蚊液的製作 看似簡單的流程 對於小胖和老師都是個挑戰 我為我失敗 不會失敗喔 失敗你我們一定成功 你看 失敗我也沒有 我們一起加油 透過防蚊液的製作 能穩定小胖的情緒 改善他們的感覺統和能力 相對減緩想吃的慾望 他們的情緒有比較不容易穩定性 那我們藉由做防蚊液的過程當中 幫助他們學習專注 另外一部分在調和精油的過程當中 能穩定他們的情緒 一CC是什麼 肉桂 還有耶 第一張 好棒喔 好棒喔 都記得很好 那成品的成不成功 跟他們心情的穩定性 真的是很大的關係 那他們的成功力其實是越來越高 製作防蚊液 小胖們因為盡耐力差 往往需要較多的時間 因此蔡麗萍在成立小作所時 便邀約了台北慈院復健科團隊 邱家瑩醫師一同規劃課程 然後禮拜一就會請他們自己練 大概10到12個動作 就是漸進式的這樣子 那因為小胖威力的病友 他們主要的問題是 需要飲食控制跟體重的控制 那所以他們的腹肩的運動計畫 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還是希望他們可以做 這些早期的腹肩的介入 第一個動作是這樣嘛 對 我們就這樣子測 都試看看 主力訓練是透過彈力帶 那彈力帶的話 其實他要有一個拉的一個動作 對 來達到肌肉的訓練 那跟他們相處久了 我們才發現說 因為他們對食物 都是都會有一些興趣這樣子 那我們設計運動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說 他要講出一個食物的名稱 比如說他們喜歡喝的飲料 他們就會說 珍珠奶茶加譬如說布丁這樣 然後他們就會邊講的時候就會拉這樣子 那因為邊講的時候越長 他秒數就越長 所以他就是比較有達到肌肉的訓練的效果 午覺時間已過 小胖們睡得太舒服 接下來的復健課 經常是賴床不想起來 這時老師只好使出絕招 沒關係 很簡單 不要去壞笑臉 有做操的隊友就有做操笑 沒有五個笑臉就沒有點心 今天一樣 雖然吃了蛋糕飯 下午就一樣有點心 一二三十五六囉 三四五六 老師要做的點心越來越多囉 那我們跟上次一樣分組喔 自己記得自己組緣嗎 不要那麼大聲 陳皮是第幾個動作 等一下 那個都是後面的 我們要先把繩子做完 好 第一碗 穿冰 每週兩小時的復健課 由團隊的趙哲義老師協助 但孩子們的情緒 經常需要教保員陪伴 課程才能順利進行 還是我們直接做 我們直接做 老師跟你們一起做 好 來 第八條地瓜 他們比較會有一些情緒上的反應 就是慢慢的認識他們的個性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透過用分組 互相去比賽 或者是互相鼓勵的方式 那後來發現這樣的效果其實不錯 南京兩等 復健團隊到小作所的激勵訓練 半年來小胖們的體能明顯提升 原本只能做十下的拉舉動作 現在已經可以做到二十下 每個動作也越來越標準 但復健是長久之路 邱嘉儀幫他們測量激勵狀況 試圖持續規劃新的激勵課程 動力啊 很好 現在是幫他們測他們手指的力氣 就是手指指尖的部分 因為手部的小肌肉的訓練 是會影響到他吃飯 拿東西寫字 比較差的話 再請職能老師 再加強這些遠端小肌肉的力氣 肚子要撐住 手太高了啦 對啊 飲食控制也是小作所的另一個重要功能 為了防止小胖偷吃 冰箱都是上鎖的 牆上的笑臉 是給小胖優良表現的獎勵 擠滿一定的笑臉 休息時間 小胖們就能夠得到點心的鼓勵 讓食物的誘惑變成正向的激勵 我今天準備這是蘋果茶 其實因為他們就是 平常小胖不愛喝水 所以準備這些點心的時候 常常會以水分方面的點心 然後讓他們比較增加他們的代謝 但是小胖真的就是 食物方面是他們最大的期待 所以藉由點心 真的能夠鼓勵他們的一些課程 他們就會確實做到 好喝耶 老師 絞肉耶 蒟蒻今天還沒加 今天要加蒟蒻嗎 不要 不要啦 來 我們投票 來 要今天吃一罐的幾首 然後禮拜六一人一瓶的幾首 好 那我們禮拜六喝 好不好 大家同意了 好 其實他們進步都很多 也慢慢了解老師 要的是什麼 也懂得他要正在表達的訴求 覺得在整個歷程當中 對他們幫助很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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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就好了 祕密 歡迎 小胖們歡迎的 正是小座所的大家長 蔡麗萍 蔡伯伯 經常來關心小胖們的熟悉成長 我有胖嗎 有 我有胖嗎 你有沒有改善 有啊 真的嗎 你出國一趟 是不是比較胖又回來了 大一點 你也對我在運動對不對 有喔 老師啊 老師有教你運動呢 對不對 你都要繼續運動 好 好 所以其實大家都表現得很好啦 有沒有聽黃老師跟惠文老師的話 有沒有 有 有喔 那邱醫師每次來 你們都有遵照他的指示做嗎 他會給你們最好的照顧 好不好 那一次我同一百六十八 掉到差不多五百五百五百 你掉了十公斤耶 對啊 你們跟阿德鼓勵 五十一點 來來來 給建復阿德鼓勵一下 預備 開始了 好嘿 好嘿 那其實說實在的 韓病遺傳的這條路 是一個孤寂的路 現在發現 我很有幸地 能夠從事這方面的醫療 能夠照顧到這些病人 拿醫學的心事來治療這些病患 其實是非常 覺得走這條路是走對了 歡迎 歡迎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其實回首看我們這個小作所 這一年來的這樣的一個成長 我到現在回想起來 我都認為 那叫公大 那統計到去年十二月 七個小胖總共減重的體重達到五十公斤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小胖他體重開始減輕 其實意味著說他食物控感得到的 控制之外 其實他的行為跟情緒 是穩定的狀態之下 才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成績 一年五十公斤的成績 所代表的是老師醫師家長們的共同努力 這不只是體重控制的成功 背後更象徵著孩子們情緒平穩 與身心健康 這棵是什麼樹 我們兩個在做什麼 在運動 我們兩個在運動 在公園對不對 公園跑步 覺得蠻感動的也很開心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很害羞的小孩 那能夠這樣大方的跟大家互動 我覺得很棒 之前還沒來的時候 就是體重的管理還沒這麼好 但是來之後 就是自主管理會變得比較OK 以前可能吃不夠會有情緒 那現在是你跟他講可以溝通的 母親節即將到來 對於小胖的媽媽們 他們祈求的只有孩子的快樂健康 這一份的愛 孩子們雖然受限於疾病的桎 但是感恩的情 是每一點每一滴都刻印在心中的 那你為什麼想要媽媽快樂呢 因為媽媽煮飯煮得很辛苦 照顧我 想要讓她快樂 都是對不對 對 只好寶貝媽媽希望你越來越走 是 說實在的 我要求不多 我就希望 他擁有我們正常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該享受到的過程 就是說我有朋友 我有同學 然後我有老師 然後這樣的一個互動 那我希望他就是 擁有這樣子的一個生活 然後可以增加一點就是 他這個人生的一個完整性 你跟老師抓寶了 我想要跟所有的老師們說 你們辛苦了 也謝謝你們 教我們很多高速內容 二十分鐘 我們現在跑了1.31公里 跑得很好 我想最令人敬佩的部分 其實我們理事長是無幾職 感動的是說 他每次一宴值完班之後 他常常帶著早餐來這邊 跟我們一起開親私會 那代表他對我們小胖的關心 是好像自己的子女一樣的 疼愛他們 咱們最常唱什麼歌 你選 你選什麼 她怎麼 朋友好了 朋友好了 我愛的人情不健康 我覺得看到家長的一些 或者孩子的一些進步 其實是最好的一些回饋 不過到目前為止 都還不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條路 我愛的人情不健康 一山一山兩經 一個決心拯救了七個小胖的家 一份堅持給了小胖 另一個快樂成長的地方 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小座所 能讓全台灣的小胖與家屬 享受幸福欣慰的人生 為愛唱出天來風向的天堂